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俄国的历史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差不多是康熙帝的地位吧 正是在彼得大帝的经略下 俄国才让欧洲人另眼相看 也正是彼得大帝他一手缔造了俄国的海军 而在俄国所有的舰队里 波罗的海舰队的历史是最有限的 1703年彼得大帝就下令建立这支舰队 之后马上就投入了大比方战争 帮助俄国从瑞典的手里来抢夺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支历史悠久的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的故事 要了解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性 首先咱们得聊聊波罗的海对于俄国意味着什么 波罗的海位于斯坎尼大维亚半岛和欧洲大陆之间 它一路向西是直通大西洋 它是整个北欧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航道 同时也是俄罗斯和欧洲贸易的一条重要的航道 从商业上来说 波罗的海对于俄国那是无比的重要 如果没有芬兰湾的圣笛的宝 俄国人要想跟欧洲做生意 那就得从北方的白海出发 绕过巴敦之海才能到欧洲 然后这一大圈远了一千海里还不说 北方的很多港口到冬天是要上洞的 你要做买卖的话 您很不能说我要看着日历才能出行吧 所以它直接关系到了俄国的国本 在军事上如果俄国想染指欧洲 也首先必须控制住波罗的海 因为波罗的海周围啊 全都是非常繁忙的一些港口城市 有很多国家的命外城市也在波罗的海的沿岸 你像波罗的海沿岸拥有十个欧洲国家 其中有六个国家的首都就在波罗的海的沿岸 如果俄国能够控制住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就能够有效的威胁所有这些欧洲的国家 那对于俄国加大在欧洲的话语权是非常有帮助的 所以在彼得大帝在位的期间 他就非常重视波罗的海的利益 所以在大北方战争的初期 彼得大帝就亲自率军 攻占了瑞典的诺特堡和尼恩上司要塞 这两个要塞位置都在波罗的海的最东端 俄国人如果控制了这两个要塞 就等于是打开了波罗的海的大门 彼得大帝是非常重视这两个要塞的地理位置 就在俄国人拿下了尼恩上司要塞的当月 也就是1703年的5月 彼得大帝就下达了两个影响了俄国历史的命令 第一个命令就是在尼恩上司要塞的兴建圣彼得堡 8年之后彼得大帝就把俄国的首都迁都到了圣彼得堡 这次迁都有点像明城祖朱棣迁都北京都是天子守国门 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明城祖迁都到北京是为了守城 是为了防止蒙古人打过来 彼得大帝迁都到圣彼得堡那是为了进取 进取经略欧洲 而下班的第二命令就是在此地成立俄国的第一支舰队 波罗的海舰队 在整个大北方战争期间 就是这支由彼得大帝亲自下令成立的波罗的海舰队 也算是真正的打出了威尼 正是这支舰队就协助俄国的地面部队 攻陷了很多瑞典港口城市 最成功的战略就应该算是1714年的汉河角海战 波罗的海舰队在汉河半岛 是成功的给予瑞典海军毁灭性的打击 并且俘虏了全部10艘瑞典的海军战舰 而这也是波罗的海舰队成军以来获得的第一次胜利 也正是因为这次胜利才保证了俄国的地面部队 向瑞典国内推进 这场大北方战争足足打了21年之后 瑞典人是真的坚持不如 没办法 只能跟俄国人签了尼斯塔德条约 当年的北欧小霸王最后也只能冒个戈地赔款的结果 瑞典人这次算是把当年古斯塔德的大地打下的这点基业全赔出去了 算是丢尽了祖宗的脸吧 俄国在得到了波罗的海出来口之后 马上也通过迁诸移民和修筑公事的手段来巩固这块地区 波罗的海舰队在短短10年的时间里面 马上就发展到了32艘战舰 一共130艘战舰的天安大武力 算是真正的揭替瑞典 得到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而瑞典呢 那当年也是真正的北欧一霸呀 他怎么可能就这么老老实实的 把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拱手相让给俄国呢 就在大北方战争之后的100年的时间里面 瑞典是连续三次向俄国就挑起了战争 想从俄国人手里把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抢回来 那真是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瑞典三次都打输了 不但没把波罗的海抢回来 结果还把芬兰给弄丢了 到这个时候瑞典人才算真正想明白了 算了 别打了 从此之后任何战争 瑞典都保持中立 不再参与这些冲撮了 就是在彼得大帝建立波罗的海舰队之后 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 这支舰队几乎就没有失败了 那在北欧的海上这支舰队还真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架势 当然了 也要看这支舰队去跟谁比 如果跟真正的世界级海上把大英帝国比的话 那他还是老老实实的去当个乖宝 如果离开了波罗的海去跟英国人较劲的话 那我相信英国皇家海军夫人中就教英国人怎么样重新做人 比如在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期间 英法联合舰队就开进了波罗的海 一直开到的湖南湾炮轰俄国在沿岸的港口城市 这个时候的波罗的海舰队就不敢出去跟英法联军干一仗 只敢缩在港口里面不敢出去 他知道这个勇气不是用来自杀的 只敢缩在港口里面看英法联军在外而放烟花 另外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 俄国的远东太平洋舰队是遭到了重创 被日本人堵在旅顺港里面出不去 这个时候的波罗的海舰队是奉命组建第二太平洋舰队 绕过大半个地球去想教育一下日本人 这欧洲海上强国的名头是白来的 这回让你们小日本好好知道知道 这泰山不是堆的牛皮不是吹的 我们英雄的俄罗斯第一舰队不出门 你这拿我们老虎当病猫啊 于是在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的率领下 舰队是经北海走大西洋路 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 跨过了印度洋和南海 经过了八个月的时间走了一万八千多海里的路程 终于在对马海峡找到了这些 不知道马王爷到底长了几只眼的日本海军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俄罗海军被拳揭 我们英雄的罗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中将重伤被扶 只有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 是荒荒如丧家之犬 茫茫如漏网之鱼是逃进了海尘威 另外还有押后的三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 见识不好转头就跑 从对马海峡一路就跑到了菲律宾 被菲律宾当地政府扣留 直到战后才归还给俄国 正是这四艘逃到菲律宾的战舰 其中一艘巡洋舰的名字叫做阿夫勒尔号 也正是通过这场海战 日本完成了它的皇国之星 而波罗的海舰队的覆灭 可能也预示着沙皇俄国政权的覆灭 1917年11月7日 布尔什维克在圣彼得堡发动了起义 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 称为十月革命 而起义当天就是由波罗的海舰队的 巡洋舰阿夫勒尔号向东宫发射了空包弹 作为起义军进攻的信号 这就叫做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进入苏联时代之后 波罗的海舰队也改名叫做红旗黑海舰队 当时也是进行了技术改装和扩军 也为当时重建的太平洋舰队和新舰的北方舰队 输送了大量的船只装备 之后紧跟着就爆发了二次大战 在二战之中苏联之所以能跟德国长期对抗 其中最关键的声音线就是来自英美等国的物资补给 而在物资补给之中最关键的一条运输线 就是波罗的海运输线 在英国海军的配合下 波罗的海舰队是在长期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 在这条运输线上长期跟德国作战 守住了波罗的海运输线就守住了苏联的希望 最终波罗的海舰队是成功的完成了那项任务 也算是为阿斯什叶大战赢得胜利利下了汉马功劳 另外除了打仗之外 波罗的海舰队还有一个其他舰队都没有的副业 就是科学考察 这支舰队在历史上一共有432个地理发现 其中最有名的两次呢 就应该算是维塔斯白令和别林斯高进两个人 其中白令是在1742年跟随波罗的海舰队 进行第二次看大家探险的时候发现了阿拉斯加 而别林斯高进呢是在1842年的1月首次发现了南极大陆 当然了 南极州的发现者这个事在历史上还是有些争议的 因为当时在横转的一个期间内 先后有三支船队都宣称自己发现了南极大陆 在那个历史环境下因为通讯非常的不便利 所以很难去判定这三支船队到底是谁先发现了南极大陆 但至少波罗的海舰队是这三支船队之一 和其他舰队一样苏联的解体对于波罗的海舰队的打击也是非常的大 在这个过程中舰队的规模就大大的缩编了 目前波罗的海舰队的在编人里是三万多人 拥有14艘2000吨机以上的舰直和30余艘其他的辅助舰直 它的旗舰是俄罗斯现代级导弹驱逐舰 但是说句实话 历史悠久的波罗的海舰队现有的力量 也就刚刚足够俄罗斯海军在波罗的海的范围里保持水上的优势 如果离开了波罗的海走到外面去 去跟英国美国其他国家的海军相比 波罗的海舰队现在是真的没有一点的优势 因此现在波罗的海舰队的任务也是非常的明确 就是在波罗的海地区保证水上的运输安全 同时打击一些走私等犯罪行为 其实在我看就跟水井差不多 在彼得大帝建立波罗的海舰队的时候就发布过命令 要求这支舰队要走出大洋争霸世界 不知道如果彼得大帝在天有灵的话 好 project ผ心罪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